一二三观光三亚为重心 南岛观光三亚合作 先来一二三观光团联明 透过一体合作的力量 搭着南岛观未来观光路由发展 为了背后经济优秀林载 重新经营观光三亚 林明和既然台下合作 设立三亚重心林载有新中心 希望为未来发展打赫基礎 请接派 掌声音 日外谈观光团 促成重心正式挂牌的运作 就用纪南大学显悠学术输资和人力资源 希望协助观光三亚 驾向创新发展 当时背后优秀的专业人材 我们总共有15个乡镇 包含到田中跟二水 那我们分为4个区块 来做整体的行销 最主要的是资源的盘点 人才的培育跟创新 然后协助产业别的里面的业者 来去贩售这个油层及商品 然后跟政府部门对接 甚至于是旅行社里面的产线 新南大学能够提供丰沛的研究 还有老师学生的这些人力 能够把人才培育跟产业发展 共同结合在一起 扩大整个我们日月谈 这个观光联盟产业的能量 虽然是一直多谈观光团团名 但是新闻包括南岛所有观光散业 要一支铁路山的状态 日水到田中 可以说是一个看管车的观光大联盟 民队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以后 观光散业要重新出发 希望由人才配合到组园政策 甚至是铁油透装形成和商品的开发 进行中心政策搭造的特色铁油品牌 一个是在国际链接的部分 希望边境解封以后 可以能够很迅速的连接到市场 第二个就是产业的创新 怎么去研发精致的油城餐食体验 第三个是人才的培育 最后就是做市场研究 怎么去收集游客的大数据 然后提供给联盟 来做一个精准的行销 我们希望把游客真的带到深入地方 各个产业各个点 让它产生一个经济的规模 在防疫结束之后 我们就能够有充分的能量 去接待外国进来 可能蜂拥而至的国外的游客 年明希望透过三观客共同合作 利用库定开班 赞予发展研设 由客界专业辅导 政府部门的主员导致和协助 提升地区观光三业竞争力 接着王家姓 蔡宏布德